最后还是南朝法网被一杀人罪嫌不受罚犯 去一遍新闻李旺盛花莲采访报道 地震影响了日本观光人潮 不过为了多抢一点日本的观光客 各家的饭店使出了浑身解数 而本周的开满人物访问到寒色餐旅的蔡成阳 从希尔顿到去年开幕的爱美酒店 她都有独到的经营手法 而蔡成阳不但大方的公开她的鲍鱼收藏 还带我们独家到她饭店最大的战场厨房 小肉一手为我们示范她的独门料理 大块老姜拍碎入锅炒香 浓浓的麻油味立刻飘散在五星级饭店的厨房 难得看到蔡成阳亲自下厨 端出的菜单却是一般家庭常见的麻油机 我的情况就是我会马上水还没滚 我就会把鸡胸乐球调整 然后煮了比如说十分钟 一般我煮大概不会超过十五分 其实煮鸡 因为煮太久那个都不会好吃 一锅香喷喷的麻油机刚起锅 她又紧接着试吃饭店的新菜单 她称自己是个没有头衔的顾问 但任何小细节她都一路紧盯 这面包烤鸡 还有鸡 还有鸡 在太太赖英里眼中严肃却又重感情的蔡成阳 像吃饭吃到一半就冲向厨房跟厨师商讨一番 总令人替她捏把冷汗 她常常忍不住呢 吃了两道菜之后 她也不管旁边是不是有客人在 她就冲到厨房里面去 就开始你就可以听到慢慢慢慢那个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声 所以我们都觉得好紧张 爱吃也懂吃的蔡成阳 从高级的鲍鱼到平民的四神汤 处处可见她对料理的用心与坚持 难怪品味不是贵 有心就有好菜 时兴风暴走过十年 没有蔡家王子的复仇记 拿掉咸在口中的净汤汁 她用实力打造自己的饭店王国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网络之后带您看到台湾网友在网路上发起了话漫话来